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第四集的《倾尽全力》 我是节目主持余文熙Angeline 《倾尽全力》这个节目,顾名思义是由一众的青年朋友 《倾尽全力》、《倾方案》、《讲意见》、《解难题》 每一集都会有不同专业的青年 与我们的嘉宾进行对谈互动 理性和多角度去分析不同的民生议题 并且提出可行的建议 议题包括金融创科、案劳医疗、房屋规划、持续发展、民创产业五个范畴 今天主题是电子支付 现场我们有几位青年和嘉宾参与讨论 包括两位GateKeef从事环球金融交易服务 大家好 关文杰Dylan 科技教育公司创办人 大家好 林伟业Daren 从事金融创科市场营销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嘉宾 立法会科技创新界的优达根议员Duncan 大家好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是全球首个使用电子货币的城市 平时我们日常生活乘车都很少需要使用到现金 不过近年这种支付模式 似乎比内地和其他鄰近的城市迎头赶上 我们一起看短片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 疫情打击全球经济 特区政府为了推动本地消费 两度派发消费券 改变了大家的支付模式 促使更多电子交易 根据资料显示 政府首次推出消费券后 主要储值支付平台 合共增加了约660万个消费者账户 以及13万个商户 2019年本港电子支付的使用量 更首次超越现金 是有纪录以来的第一次 电子支付源自电子钱包 是一种交易工具 分为储值和非储值两大类 用户可以经信用卡 银行账户 以及其他指定渠道增值 电子钱包 也支援个人对个人转账 当用户是商铺购物时 也可以用智能手机 掃描二维码 或者轻拍有NFC功能的读卡机 即可以完成交易 随着科技发展 世界各国在金融和银行业 都加快数码步伐 电子支付已经成为 金融服务业转型的核心 为什么电子支付服务 对推动经济发展这么重要呢 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提升经济活动的效率 第二 折省营运成本 以及第三 推动产业的转型和创新 最近 香港在全球国际金融中心 排名降了一级 名列第四 新加坡即升至第三位 首次超越香港 当中和创新程度相关的指标 亦有下滑 香港金融服务体系成熟 亦有发展电子支付的基础 下一步 如何推动无现金经济 本港又如何和其他大湾区城市 协作金融创科 为青年带来机遇 我们希望在今集详细探讨 我们今天的讨论 将它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是发展数码经济的重要性和现况 第二就是推动电子支付的建议 第三就是大湾区的机遇 香港发展电子支付的优势 以及角色 其实刚刚我们在短片里面 都看到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这个地位 似乎受到挑战 Darren 你有什么看法? 没错 Andrae 你说得很对 其实是自从2019年开始 我们都发现了 有不少资金 慢慢由香港 转型到新加坡 再加上过去两三年 新冠疫情的重创 令到更多在香港的内地投资者 就开始在想 除了香港之外 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储存财富呢? 新加坡是一个很吸引的地方 因为一来就是它在一个华语市场 二来就是那边也没有财富税 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不少资金 其实已经转型到那边了 的确我看到不少的跨国企业的总部 都搬到新加坡 除了新加坡之外 香港没有受到其他地区的挑战? 当然有 我们轮近地区上海和深圳城市 虽然政府说上海、深圳和香港 其实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 但是如果大家要留意中央的十四五规划 中央也很不在意 想将深圳打造成为一个 可以比美香港的国际金融党会 对不对? 而我们看到上海那边 其实他们的股票交易量 已经升得很快 已经超过香港了 而且我们预计未来几年 在上海上市IPO的数量 都会超过香港 其实真的 我想听到资金和人财方面的一些流失 没错 邮宜然你又怎么看香港面对的危机呢? 如果说股票市场来说 香港和新加坡仍然有很大的距离 如果你在股票市场来说 香港和上海和深圳 都是有不同的定位 因为内地主要是本地的资金 香港作为金融的国际 交易中心 暂时我觉得 领先地位都还在 在区内 国家亦都很清楚 香港对国际市场融通的能力 其实内地在香港开的步伐 最近我见到都很厉害 其实之前我想 疫情的关系 对香港来说 确实今年是最上 因为今年整个疫情 令到很多人 尤其是一些管理基金的人 他们不需要很大的 一个办事处 可能你在管理一些几万亿的公司 几千亿 可能几万亿很夸张 就是几千亿几百亿的基金 可能只有十个八个人在 那变成那些公司 它是很容易搬走 或者它会看回你 哪里有税务优惠等等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 我又不看得那么差 我觉得最差的环境可能是今年年中 因为当外面开了 而香港仍然是封闭的时候 最近其实这两个月 我都说我和很多朋友说 我对很多人说新加坡 其实我觉得 我要多谢新加坡 我觉得如果我是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 可以说香港 无论政府 我们议会 各个都好 所有新加坡有 优于我们的政策 我想大家都去参考了 也有很多我们会推出一些 追回一些我们可比美 新加坡现有的法例和政策 最近我们的anti-money laundering VASP牌照等等 其实就是追回新加坡的 一个叫PSA 在他们金融资产方面的 一个虚拟资产方面的比例 所以我看回对比例来说 如果我们的法例和新加坡 不是相距甚远 香港的吸引力仍然在 我也有很多朋友 最近有些譬如内地的资金 搬到新加坡一年半载 其实这两个月是继续叫我 喂香港什么时候开 就是我很想回来 或者见回一些人 或者做一些生意 就算他有部分搬了过去 他仍然会有很多的生意 和吸引力在香港 另外就算在新加坡 其实也有些问题 就是譬如他 如果买卖港股 你看你怎么摆 其实那个profit 他打回去可能都要给税 所以这些大概都要看回分别 这个是资金管理的方面 另外你说IPO那方面 暂时内地和香港的分工都很清楚 内地始终都是人民币的市场 基于本地的上市架构 但内地当然十几亿人需要投资的金额很大 所以交易额一早已超过香港 但是你作为对外的市场来说 始终香港的吸引力一定在 所以其实这里是我们说三件事 刚才说电子支付是一件很本地的东西 我们用一些科技来令到我们的交易更加方便 也都少了一些比如假钞 或者在手续上可以令到我们省下很多手续费 例如你信用卡 那你手续费都贵的 你电子支付会省很多 刚才说到手续费的问题 这个我们稍后都会再说多一点 对我们面对什么的挑战呢 刚才我就这样听 就是其实新加坡似乎做得很好 但是Duncan刚才也说出了 就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都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做法 其实你对香港也是非常有希望 可以这么说 那大家有什么补充呢 我想刚刚Duncan你提出的一个点很好的 就是说到譬如新加坡法制上面 有什么值得去参考 稍后我们其实都有一点观察 想分享 其中一个位置 我觉得首先想回应Duncan你 就是说新加坡有很多 优于香港的东西 我们可以借鉴 而其中一个关于电子支付 我举一个例子 在2014年的时候 新加坡推出了FAST FAST 就是做一个本地的支付 香港2018年推出了FAST Payment System FPS转速快 就这样看这个时间是怎样的 其实香港落后新加坡四年 而我们除了看基础建设之外 也有很多不同的鼓励 去用这个转速快的方法 或者是本地披民的方法 其实新加坡的而且 它有很多地方 值得我们香港借鉴的 所以其实我们有其中一个位置 就是说会不会其实在政府 去牵头再带动多些 那当然是说政府 怎样令到不同的行业 举个例 是餐饮业与零售业 去用这个政府建立出来的基础建设 一方面登静来说得很适合 就是说它的费用 在我们银行业界来看 我们知道那个数字 至少是便宜一半以上的 那这个是金钱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说 其实这个是一个更加快的 一个支付方法 对于这个终销期商务来说 都有一个好处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 会不会政府去带头多些 就是怎样令到各个商界 用多些呢 我们自己用FPS给钱就多了 但是上一次你用FPS 去餐厅给钱 商场给钱又几时呢 我自己又真的极少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又便宜又快 又漂亮的一个方法呢 值得去真的再做多些 去鼓励多些 我们怎样去再推动 其中一个位置就是 推动本地的电视支付 嗯 我想Kiff 你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OK 其实你说新加坡和香港 有些推法例上 时间先后 当然我想里面有很多原因 第一我觉得首先 我很开心 应该说也很因为 其实香港和新加坡两个的竞争 其实香港和新加坡的竞争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因为其实两个地方的竞争 令到我们更加有压力 去推陈出身 大家在政策上的突破 有时我们领先 有时他们做得好些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竞争 其实都是那句 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 有竞争才有进步 所以新加坡和我们互相 去推动创新这件事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新加坡始终是一个 从你公要开始 是它行的精英制 政府主导很多东西 政府主导的能力 比香港强很多 所以我们经常都说 新加坡可能是一个 更加 top-down的政府 它推出一些政策 它出来了可能更加快 或者也都 我不可以说它没有咨询 一定有咨询 它有一个很好的架构 但是它的过程是会比香港快很多的 那香港就算现在我们说立法会 很多新同事 不同玩法等等 其实香港的制度仍然是在 我们要过一条法例 仍然都要过一个很长的 consultation 到去立法会辩论 然后到我们通过的时间表 我会觉得大家行的方法 有少少不同 所以你会看到 有时可能更加 一些新的政策来说 大家经常会 哇 新加坡很快 但是问题是 这个我想香港 大家都明白这个问题 也都追回 比如最近刚刚立法会 我们通过了一个版权条例 这个版权条例 其实的修改是2009年 之前搞了十几年 有很多争拗 这里不讲了 很多理由 但是如果就算不是这些争拗 拖了十几年 我想你要香港提出一条立法 到讨论 到咨询 到真的经过我们立法会 再三读通过 其实你一两年 已经很快了 所以变成你在立法的时间上 确实是需要一些时间 第二就是在一方面 你说使用这些科技产品方面 那你说不要跟新加坡比 你说很多人会跟内地比 那内地比其实也都知道 那个原因 我想不用再深究了 就是内地由零开始 一开始跳到眼前 我们现在的电子支付 那香港来说之前 可能你说 很多人都还说 哇 政府说什么八达通 那变成了 可能我们一方面 就因为有件事都挺好用 那变成你要取替它 去换一个新的模式的时候 就会原动力推动力少了 所以到这一轮的电子支付 是那个推动力少了 但是你也会看到 最近自从FPS 然后最近 譬如某个银行 大家的费用方法 其实也多了很多选项 给大家 所以你说在电子支付上 是快了的 但是问题是 还有很多地方 我们未能够打通的 譬如公交 我在立法会也说了几次 公交来说 电子支付我们非常之慢 出租车的士等等 那你现在去 我早前去了一次伦敦 伦敦基本上 你现在去街 你去餐厅 搭车 没有人收现金 你搭地铁 它连收现金的位置都查了 就是你要充值张卡 你用信用卡充值 所以你要是在设施方面 你要是否很大的一个决心 香港我们经常要说融通 或者要给全社会一些机会 如果你说电子支付 我们去到地铁都不收现金 然后又被人骂了 又会有些老人家说 很不方便 我不会用 所以这里里面是一个 你推动全社会去做电子支付里面 都还有很多难关我们要去预约 刚才我们也说了很多 关于不同地区的情况 那我们如果聚焦回来香港 Delen 你又如何看香港复苏的出路 可以啊 刚才其实都说到 关于可能因为疫情 令到可能香港在不同地方 不同程度的发展上面 都有一些制着 而我觉得疫情 其实都带来 除了矮之外 其实都有机遇 都有些机遇 我说的是一些数码经济的发展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相当重要 但是香港始终我们的资助产业 很多时候都可能是障碌在房地产 或者一些金融领域上面 所以如果我觉得是最合适的选择 可能就将我们本身 一些我们很多很好的金融人才 如果可以结合这个科技行业 就是我们可能经常说的 金融科技 FinTech 或者好像今天我们的聚焦 就是一些电子支付的话 其实香港我觉得是有 相当大的发展的空间 举个例子 就是可能我自己是做教育科技行业的 而如果我在网上去销售一些课程 如果我们还是叫一些客户 可能是用现金找数 或者在银行过数给我们的话 我相信都会失去很多客户 所以我相信这个数码经济 大力发展数码经济的话 其实是可以帮到我们香港的经济复苏的 是的 的确新一代都不惯去银行转账 所以入数字这些其实现在是很少见的 电子支付的确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实我想尤其是2021年开始 政府开始派消费券 指民就更加开始从这个途径认识了电子支付 就倾向这个无现金支付方式 也都偏向这个cashless economy 就是无现金经济 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政策方向呢 大家怎么看 或者我首先讲一讲 我做银行的时候 我们接触很多客户 尤其是现在格式环境 其实经营的压力是越来越大 很多时候我们会用到一个字就叫做 会不会有一个 那个现金楼可不可以管理得好 会不会有一个所谓的资金缺口 其实很多时候 譬如我最近吃云吞面 我就给一袋散子 我清了散子给老板娘 其实他每一天都要用一个小时去买数 买数之后等几天再排队去银行 要就回银行那个收工时间 搞得来可能两个礼拜 才筆钱真正正落到银行户口 才出了粮 才给到供应商 其实中间这个所谓的现金流的cycle 那个时期是非常长 很多时候我们就看了 如果我们有办法可以做到一些无现金交易的时候 其实相对来讲那个cycle是短很多 有很多时候cycle短的时候 他们需要借贷的成本 和借贷的需求 自然又没有那么大压力 所以其实这个对经济复苏 或者对我们怎么看成的行业 尤其是中小企来讲是相当重要的 嗯 都是很生活化的例子 其实我们稍后也可以再讨论 电子支付是否可以加快到入数 甚至是促进到整个现金流 我们刚才说到电子支付 虽然是很重要的很多优性之处 但是当中也面对不少的痛点 其实推动电子支付 其实香港已经推动了一段时间了 Darren 你觉得电子支付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嗯 好 这个问题是问题的 虽然最近政府推出了这个消费券 就令到很多商户愿意去接受电子支付 但是也有各界开始担心说这个消费券 原来之后会不会令到整个社会打回原状呢 那些人开始用回现金呢 对吧 那我觉得at least我们觉得在几个招呼场景里面 大家都需要再加努力的 包括是街市啦 的士啦 小型的餐厅啦 甚至政府的公营收费 还有很多空间可以进步 而我们觉得这些商户 为什么不太接受电子支付 其实主要有几个的困难和障碍 可以浓缩地就会说是 那个费用贵 还有时间长 还有效率低 那么费用贵就说 其实一间中小企要接受电子支付 他们的费用是很多的 包括是一次性的安装费用 接着每年的年费 还有每一笔交易的佣金 那一个中小企就说过 可能每年的额外支出 是差不多50万元左右的 嗯 没错 其实因为为什么这么多层费用呢 因为中间牵涉到很多不同的服务商 有些服务商整合去 那又有一层的服务费 那另一层又出了机器给你 又另一层服务费 其实我们再由银行的角度去看 其实刚刚提到我们说转数快 很多银行 三十几家银行都有去支持 那其实这个是直接 由不淺去到你银行账户 那其实某程度就是bypass了 是越过了这些重重的服务收费 那这个位置我们有没有做好一些呢 那或者做多一些呢 那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有比较多的 中小企未必知道怎么用 或者未必知道怎么做 那所以其实不单止说 刚刚提到政府可能再鼓吹多一些 其实我自己做银行 我自己都觉得呢 我们银行业界可能都要普通多一些 要鼓吹多一些 要鼓吹多一些 怎样帮我们的客户做 这样就会收费给多一个 比较便宜的一个选项 我们的商户 没错 除了这个收费贵之外 就是他们的商户最担心 就是到账时间多长 那以我们了解这部分的支付平台 他们到账时间都差不多半个月 就是月头月中才可以到账 那对于中小企来说的话 这个的资金压力就很大了 三个的最爱 费用高 时间长 效率低 那Duncan你又怎么看呢 我完全同意他们说些 不过还有一个就是加上安全性 其实你的电子支付 在政府来说 对资金的流动的掌握 或者对你的商户 你拿着现金去银行 或者你入票等等 你的安全性和时限都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想电子支付的好处 大家刚才都说了 这个我想大家都肯定 那政府使用是有一个要提升的空间 你刚才说那里 那我们很多议员都有提到 政府使用那里要推进好些 但是你说令到去全民使用电子支付呢 其实你问我 永远都不是科技的问题 因为科技 我们做科技的朋友一定会跟你说 这些问题全部都能够解决 还有都现成有很多现成的方案 可以提供的了 那只不过是究竟我们怎么去推 刚才提到的 譬如你说公交 你疫情之下很多朋友跟我说完 他们连东南亚城市 可能你感觉上以前比较落后一点的地方 全部都是坐的士 基本上都是电子付费的了 但是一回来香港一下机 你上的士已经是说不贵现金 那你游客来说 有些旅客来说 有些旅客来香港 我哪有港币现金 我刚刚下机 现在疫情下 又不准你走到ATM去按钱 那你种种这些不方便的东西 但是你说是否科技 你不准公交去用呢 其实又不是 这个是反而行业 有些行业仍然是有个 我们叫做push back 就是可能它有些 中间收费那里有些差价 有些手续费等等 变成了他们就不去做 那所以这个在政府来说 第一就去推电子支付的时候 往往就不是科技的问题 是你通过什么手法去做 你有些之前也试过一些 叫做incentive scheme 就是给你一些好处 我帮你安装那个机 在电子里或者在公交里 那都仍然会有人抗拒的 那你要做要是立例 狠下决心 好像刚才我说 我们去到伦敦 总之你出街现金已经不收了 那你拿现金也没用 那你变成了香港 你可能你试一下做到那一步 你只是刚才我这么说 你地铁不收现金 你去到买张充值 你都原来不收现金的 我相信又会有很多人在那里投诉 是吧 那有很多年纪大的人 这里我们都是年轻人 那我们习惯没问题 但是也都会有很多 譬如年长一点的 就算疫情之下 他们叫做tax savvy 用科技职了很多 但是你一下子去到 不准现金交易 又会造成很多这个问题 那所以其实更加大的考虑 就不是科技方面 那你说用电子支付的好处是什么呢 会不会令到香港成为国际城市 我想两回事 主要是资金融通更加快 那大家刚才提到的 安全性等等 那如果你计算资金融通 其实现在都是用很多 我们叫做银行的系统里面 所制造的钱了 是吧 就是你理论上大家 现金来说 已经占我们整个社会里面 不是很大的数 如果你看回我们叫做M0 才是我们的现金 香港M0大概是6千亿左右 但是我们全社会流通的资金 M2 就是16万亿左右 所以现金其实只是占我们很少部分 现在很多钱都是在我们叫金融系统里面 产生了 在银行里面转动 我打不仗给你等等 如果你真的全部人向银行拿现金 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给到的 所以其实电子支付也是慢慢 令到我们取代现金交易那一步 所以对整个社会的经济金融流通 是会做到一个更加快的 更加无论的方向 是的确是 就是变上是Pull和Push的誘因都很重要 有奖有佛 另外另外刚才登庆也说了一件很有趣的点 就是关于旅客方面 我们稍后也可以再说一些 就着刚才的我们有面对一些障碍 大家会不会都有些想法 有些建议可以怎样做呢 是的 刚才我想有几位我们嘉宾讲者 其实都说到 尤其是一些中小企 或者是一些小一点的 可能是餐厅的士等等 其实都比较抗拒电子支付 我想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刚才Daren也有说到 那个收费的模式 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建议 就是你会不会有一些 比较灵活一点的收费呢 我们其实现在很多的支付平台 其实都可能是低于某一个额 其实会收到一元的硬性收费的 如果对一些比较小额的交易 其实这一元的占的比数 其实都比较大 就是那个百分比 如果譬如说一些小一点的 就是每月的交易额 可能少过二十万的一些商户 又或者是那些金额 可能小过三十万五十万的一些交易金额 就是电子支付 这个我插一句 这个其实最主要就是 我们要引入多些竞争 你有竞争者 自然就能够做到这一步 基本上你现在说几元 你去拍一拍卡 很多地方都不会收的 但是为什么 你看到很多电子支付 比如内地很清楚 你两元买一条油条 那你都是电子支付的 因为那个手续费能够豁免了一个最少的数 那这个有多些竞争人是好的 其实你转到早两年 都有不同的 譬如内地的支付机构 他们来香港其实这些小商户 差不多他们当是一个推广费 这样的了 他们免费帮你安装 那也都帮商户去教你怎么用 所以其实这些竞争是会希望 推动到刚才你说的问题 就是减低了这些小额的比例 不成正比这样 嗯 没错 除了竞争者那方面 当然是商户 或者是不同的持份者会有 那其实我们银行 刚刚说到转数快 那我们都看过数字 交易费用增是会比一般的一些 merchant merchant的collection 那些service provider 那些服务提供者是会低很多的 那银行会不会又是其中一个竞争者呢 那其实整体来说就是说我们可能 应用回不同的商户 可能有不同的需求的场景 有些人 餐厅大家消费者的那个习惯 都是给信用卡的 那这一类就是多些竞争者 那就可能会整体来说 压低那个费用 那反而刚刚提到就是说有一些 譬如真的面包店 或者是一些的士 这些是相对来说的金额比较小 那这些方法呢 刚刚说到转数快 我觉得是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去做 那为什么呢 刚刚提过几点就是说它便宜 亦都是即时到胀 那我们听过很多不同的例子就是说 那为什么有些譬如的士司机 或者为什么有些小商户 他们不想用呢 就是想缩夺 就是他们不想那么长的处理时间 那所以刚刚说到这个转数快 大家都知道是即时处理的时候 这个有一个多一个选项的角度 很可能就是正正设计到它的痛点 正正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也都好像邓近利所说 不只是一个科技的问题 那反而是说一个心态上的问题 或者是一个怎么样是令到整个业界 理解到它的好处 还有是譬如银行 或者其实可能我们 其实作为一个消费者 一个顾客 都可能都会出分力 就是说我去的士去付钱的时候 我会不会也都主动说 为什么你这么久都不收这个电子支付 我觉得很麻烦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反应 这些feedback 我们都可以给回商户 业界的士司机等等 是市民层面都可以做 没错 我想除了这方面之后 政府在行政手段上面 都可以帮忙 其实是 刚才你说的很好的例子 就是面包店 的士等等 其实重灾区应该是街市 因为每天都很多 这样的小型交易 在街市面发生着 政府在这方面 就可以采取一些行政手段 当然是事先要先降低 这些小商户的财政压力 在这个程序之下 政府就可以要求 在租务条例上面 加入电子支付的要求 那我相信很多这样的小商户 在财政的负担 不是那么高的程序之下 都应该乐意接受 因为毕竟也是提高了 整个营运的效率而已 很特别的 其实我觉得很多都是 你要真的逼人用 或者你有几个位置 你是不能选择 你一定是电子支付 那大家有钱包之后 你在其他地方应用就会多 其实都是那一步 什么时候走那一步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 政府说 很多立例迫你 全部都应用 就好像很抗拒 想走到那一步 又怕很多反弹 但是你不用 你要靠业界 或者靠企业慢慢推 那时间就慢 刚才我们说 你靠商业竞争 商业竞争 你FPS就是银行 但是你其他很多钱包 都是商业机构 对很多商业机构来说 香港700万人 它又没有很大有因 去做这个市场 那如果你去到一些跨境 内地两个最大的 那你跨境那里 亦都有一些钱包上面的问题 所以其实 这里里面 你靠市场去推动 是一个方向 大家一定会慢 你刚才这么说 政策道向 立例 一定是快 那其实呢 相信刚才大家都说了很多 就是不单是一个科技的问题 更加是一个教育的问题 或者大家习惯的问题 就是大家都看来 都认同是应该大刀复复一些 那好像邻近的地区一样 就可以更加容易做到效果 那我们又多说一点 就是 其实有另外一个 除了商户之外 就是 我们其实 都可以更加深入地 看多一点 政府的角色 那刚才Kiff 你提了几次 关于这个金管局的 和政府的角色 那你认为现在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 我觉得有两方面 刚刚第一个方面 其实大家都讨论了很多 就是 新加坡有个相对来说 比较前卫 或者是走得比较前的一些做法 我们可以从中有个参考 怎样大刀复复去做 那要选择一个商户的一个类别 或者是怎样鼓励商户 接受多一点电子支付 那我举一个例子 那其中 我自己在新加坡住过两年多 那其中一个位置 我觉得都挺欣赏的 就是 它有12000多个小食堂摊 那些小食的档摊 那你可想而知 其实这些小食堂摊 年轻人不会入行的 那是一些50岁 uncle aunties 我们叫他uncle aunties 那是营运的 那其实过往 大家可以想像 你去给一些很少 押两元五元的一些费用 是超级多的现金在那 那在2018年的时候 那政府 其实是新加坡的金管局 那就是牵头 那就是说他将大刀闊库 那将所有的这个 这个Hotker Center 就摆一个QL曲 统一的QL曲 那所以作为一个市民 旅客 或者是任何人 走过去Hotker Center 那是五六十岁的uncle auntie 都好 那他亦都可以 就这样scan and play 用电子支付 那我自己觉得这个 是相当impressive 那我自己就再对比 例如香港街市 或者其他的这些小商店 商户 很多时候的年龄层 那个商户年龄层 都是差不多的 那我自己就觉得 这个位置 很可能就是一个 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 首先它是真后有个pilot 有个试行计划 那等大家都熟悉了 或者知道有这件事 会发生的时候 那也都create了一个 所谓的雪球效应 那当有人去试过 我觉得是方便 亦都初步的反应 亦都好的话 那逐渐也都带动了 那个消费者的那个 的习惯 那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 一推出的时候 那逐步逐步的时候 那所有的这些消息 现在都可以用电子支付 我觉得这一方面 就是当然 刚刚我们提过 就是说未必是商户 自己可以带动到 很可能真的 金管局 或者政府 联同埋调银行 是需要有一个 更加前的一个做法 才可以带动得到 这个其实都是一个 考虑方案来的 可以去做 刚才尤其是你说的 街市那里 就是要用这个 电子支付 都是那句 不是技术的问题 是民生或者习惯的问题 那你去到 你说在街市 我刚才就在脑子里想 你说街市 如果真的去到 好像你这样 我去搜索 那个锅给钱 因为你高频 有时同一时间 大家一起去买 那又要港价 大家继续去 那你然后再按 那个价钱 然后收钱 那个 我不知道时间差 会不会给现在 你知道现在街市 那些阿姐很快 那会不会影响他做生意 就是你知道 也是要想起这些 但是你说长远来说 一定是好处的 是不是 你又少了 散步交易 菌 細菌也少一些 是不是 那变了一些钱 真假也不用害怕 就是用途一定是 但是 都是 我会觉得不好意思 有时 就是可能将政府 会想的东西 我们帮他想起 在我们议会上 要推上去给他的话 要想起这些东西 就是譬如你的频率等等 又要可能是否有些 考虑 或者会不会又是 就是很流行政府 又说 那我们先做个试点 那变了慢慢再来 那都是要看那个过程 刚才你说的那个 铺和铺之间 和时间 如何推动 数码经济是大势所趋 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之下 也都是有重要的角色 那刚才 刚才大家都分享了 不少的挑战 那在新政府之下 又是否有新的发展呢 有的早前金管局 刚刚和大家分享了 他是在做一个 叫Project M Bridge的项目 那什么叫Project M Bridge呢 那就是一个 跨央行的跨国交易 主要是一些企业推出的 那就现在由这个 这个SIM 阶段 就在埋进去这个 这个实行的阶段 那现在就进行了160 但是金额都很大 有1.7亿的港币 那所以预见其实政府 这个中央政府 推出了这个数字人民币之后 那现在香港政府 又在研究这个数字港币 所以预见到这个 就是金管局 都在这个数字经济上面 都应该会加快上升 嗯 听起来其实政府 都是大力去推动 大阪区之间 各个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 而其实不少的电子钱包 其实有分内地版和香港版 而互相之间是不相通 我们可以怎么去突破这个难关 是的 很多时候不同的电子钱包 很多时候都分了 内地版和香港版 但是其实它们 又不是完全不相通的 有一些龙头支付平台 如果我们有一个香港版的电子人包 其实去到内地 有一间龙头的企业 甚至可以在超过100万间的商户里面 去消费 其实都概括了大部分 港人的支付需要 但是也要注意的是 当中可能牵涉一些汇率 和一些手续费 所以如果相关的一些电子钱包 虽然它可能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但如果可以支援多币种支付 和多币种的储存 我相信对于市民来说是更加方便的 也确实是 我们现在有时都可以用到 内地的一些付费的平台 去付费的 那我们经常都说大湾区的机遇 那 Duncan 你又怎样去捉住这个机遇 在电子支付方面 嗯 其实刚才Darren和Dylan都说的 挺好 由一个Ambridge跨境 和国家的一个试点 其实到现在 刚才也有提到 金管局也有很多尝试 我想数字人民币 或者数字港元 现在也是在讨论阶段 会有机会出来 嗯 另外我们也出了个虚拟货币 那个虚拟资产的交易平台的牌照 那里面也会牵涉更加多 虚拟资产相关的产品 在香港的产品 所以那里可以给大家 一些不同的投资的额度 然后去到 刚才你说了 除了跨境 就到大湾区了 那大湾区里面 其实始终 大家都知道 都是那样东西 科技是在的 两个钱包 内地和香港版 都有的 那里面怎样去令到 资金融通呢 始终因为 尤其是香港和内地 有个叫做外汇的管制 那始终每个人 可以的额度 每日交易的额度 都有上限 可以在钱包方 来到打通 那现在也有些技术 可以 叫做行深了一步 最早我们就要 两个钱包 又要有香港 又有内地 又换来换去 那现在也慢慢 可以对于 港人来说 我们的钱包 可以根据你的额度 你每日的消费 可以打通 那这个其实就是 技术问题了 那至于你说 真的完全 资金融通 可能都要 考虑国家层面的 一些考虑 每日的额度 要是进出 你有进也有出 那内地人来香港 也可以带人民币 消费来香港 那所以通过这个 钱包打通 那就是技术问题 那我想之前 其实都很多人 反映过 其实内地主流的 两个钱包 那变了很多人 都反映过 说香港人用的时候 去内地走 不是那么方便 那所以我的理解 我们过去 两三年都谈了几次 那他们现在 都在那个 使用的层面上 都有所修改 但是未完全解决了 那个问题 有所修改 那另外 也都有一个 另外一个机构 提出了一个 闪付的方法 那也都包括一些 税用卡 或者挂在一些 税用卡方面 可以做到跨境支付 两地的一些交易 在一些限制的额度下 可以做到 那所以这些 其实有一步一步 我想科技的东西 我们第一 一定要反映 那反映了之后 也都要在现实上 有很多其他的规范 那些就不是科技了 刚才提到 就是内地的金融制度 问题等等 那些是一步一步 在解决的 那这个融通了之后 就令到大家 其实去湾区 在什么生活上 大家更加方便 就是我上到去 不用又换钱 不用什么 那我用了香港钱包 在内地 简单的一般消费 我都可以做到 那大家又认为 我们香港 其实作为在大湾区 的一份子 可以怎样去 运用这些优势 尤其如果我们 一些旅客来到香港 如果可以先在香港 可能开一个 电视支付平台的 一个账户 那之后 就可以透过 这个香港版的账户 其实回到内地 更加方便的消费的话 其实也都可以促进了 一些旅客在大湾区 不同的城市 或者是内地其他 的城市的流动 那第二样东西 那刚才说 可能是外地的旅客 或者一些商务客 去大湾区城市 反之亦然 其实都想说 多一个建议 就是看看 其实都是帮到手的 一个角色 就是一些内地的企业 当他们想走出去 就是进军 这个海外的市场的时候 其实香港也可以作为 一个很好的 硬板 一个桥梁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香港作为一个 国际都会 其实都有很多支援 比如一些国际的信用卡 内地的支付平台 当然会有 就是集国家之大成 就令到香港的企业 其实是很习惯 在家里又集成 这个国外的支付平台 又集成内地的支付平台 当国内的企业想走出去的时候 它更加熟悉 就是来到香港的时候 即时 原来可以看到 那么多不同的支付平台 让他们走出去 这个国外的一些市场的时候 是可以更加快地打开局面 大家对于这些建议 有什么要补充呢 包括我们可以推广 旅客使用的电子钱包 另外也可以香港作为一个 大湾区的进军跳板 我想我们刚才说过很多次 就是科技不是一个唯一的问题 但是其实我也想带出 就是最近有些科技的创新 再加上一些法规上的宽松 其实是帮到一件事 例如举个例子 比如说开通一个电子钱包 很多时候要做个身份认证 香港的钱包 当然要香港的身份证去做认证 但是现在其实我也留意到 最近有一些新的创新 可以认证内地的身份证 我觉得这个就是 跟刚才Delen所说的那个位置 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如果我们需要 开通一个电子钱包 给内地的旅客使用 会不会他们 已经是在来香港之前 已经做好认证 在法规方面是符合的 同时也都用一些 最新型的科技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相当逸张 还有也是 另一个角度去看 我们怎样和内地 是有一个更加紧密的一个联系 还有怎样令到整件事 是更加流畅的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科技 或者是在业界方面 无论是不同的钱包的提供者方面 或者我们市民方面 怎样去再了解多这些科技 所以从而令到我们自己 可以说好我们自己的香港的重点 在哪里 怎样可以帮助到 这么方便的电子支付 我觉得各个持份者 都有一部分在做的 是的 真的有很多旅客 在旅行之前 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所以如果可以认证到 内地的身份证 或者其他地区的身份证 那当然非常之好 Dunton 你有没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刚才Keef说的很好 其实KYC的部分 其实技术都在了 只不过是政府 或者银行 如何认可 身份认证的部分 其实现在的技术 是有足够的 内地 我们有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开电子银行 亦都是老个身份证 在手机上 加上对你的样子 其实很多认证方面的东西 尤其是疫情 我去不了银行 那变成这个 用一个手机方法 来做认证的 已经很普通 那变成能够做到这个 令到我们的钱包更加通行呢 那其实这个 对我们最后 今天的主题 就是香港电子支付的普及性 是很大关系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比如疫情前 广东省 我想是其中一个 我们最大的 有旅客的入口 那大家下来 你都知道 广东省有多少人 来香港消费的 买各样东西 那你想一下 如果你很便利性 那大家内地的钱包 来香港可以用 那你的钱转换 那里 亦都可以令到很方便 我人民币都不用换的 下来香港 我的商户自己已经收利了 那其实你所有商户的 开电子支付 那个有因就在那里了 因为如果我疫情开了之后 我内地那么多旅客 下来 每个都要用那个支付方法 而你没有的 那我就做少些生意了 那所以这个 是最直接的有因 去给所有 我们所谓的中小企 不管你餐厅 买任何东西的地方 你不想流失那客 那这个一定是一个 最好的方法 令到他接受电子交易 那这个也是牵涉到我们 如何推动香港 刚才说的 电子支付的普及性 的一个最大有因 我再补充一点 两点 第一点就是内地 和香港的经济 已经是密不可分了 那其实现在很多钱包 你都可以去内地去消费是OK的 而内地的旅客来香港 都可以用内地的钱包 来香港消费完全没问题 那关键就是 你香港要多些商户 接受这种电子支付 如果不是 那时候大家都觉得 我有钱包 但是用不了 第二点就是 随着电子钱包 越来越普及 大家都可能要开始 注意安全性 因为 只要你不放太多钱 就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很多时候 大家不觉不觉 放了很多钱 在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 可能需要做双重认证 那些 就令到你的安全性 会大大提高 我想 多谢三位的意见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我知道大家选择这个话题 因为电子支付 第一大家非常关心 第二 亦都我想 未来大家都会觉得 真是拿现金出街 都是一个挺奇怪的现象 那我们也都取替了现金交易 是只有各样的好处 那刚才我觉得很好的这个讨论 我们可以继续究竟 什么时候才推动呢 政府的身份是什么呢 是不是真的完全 应该靠业界 或者商业的推动来做呢 都是一个好的讨论 你问我来说 我支持大家 刚才所有的观点 如果能够 叫做 政府能够在牵头 做一个角色 推动更加好的电子消费 所有电子交易的消费 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做的 要不然我们香港现在说 要做国际创科中心 又要做我们这么多科技的发展 你自己在应用方面 都仍然是一个很落后的阶段 其实在形象上 都是一个很差的表现 那所以 这里怎么去推动 我觉得大家的声音很重要 因为你更加多人说 这个是一个需要的东西 那变成政府 亦都要去推动的手续 或者时间表 亦都可以更加快 好啊 今天我们有很丰富的讨论 那很感谢各位 因为我们中间 其实牵涉了很多不同层面 包括政策上的一些层面 或者是商户 其实他们自己会怎么看这件事 怎么可以促使他们 无论是拘捕 还是推的诱因 都可以帮助到他们 那今天是非常丰富的讨论 那电子支付 的确为我们带来 是很多的方便 那其实我们都希望 各界可以利用到创新 那善用创新科技 为我们带来的一些机遇 而巩固香港作为 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今天很多谢 再次多谢各位 来参与我们这个讨论 下一集我们继续 倾尽全力 拜拜 拜拜